别冲动 方氏大人 你怎么又变回南向了 一言难尽呢 和殿下走散之后 我被那群大娘小妹硬是拉进了一家店 又是往我脸上涂东西 又是拉拉扯扯拍拍打打的 你快看看我的脸 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呢 好像更加光滑白皙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哪有镜子 我看看 待会儿再看吧 这鬼是没法通灵 可别走散了 也是 要不是和千秋约好了在赌房会合 一进来就看到了你 不然鬼市这么大 还真不知道去哪儿找你 你约了千秋 是啊 千秋就是郎千秋 太华殿下 镇守东边的武神 是他 这间赌房啊 是鬼市里最热闹 最云屋混杂的地方之一 约在这儿 人来鬼往的 不如意暴露身份 不及就别赌了 满 其实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过 先静观起报了 万一不行 再想办法 再开吧 也好 再开吧 啊 求荣华富贵到也罢了 竟然求的是加害他人性命 还拿你女儿的受 拿着姻缘来赌 你没跟她说要低调为伤吗 就是不配为人父 不配为人父 别说了 但她就是这样 我也没辙啊 我懂 我懂 倒是她啊 哦 我的妈呀 那是血雨昙花 是的 死了死了死了 这下千秋怎么办啊 但愿她不会自己暴露身份吧 虎烟涨气 群魔乱舞 真是已经被花城使破了 糟了 这样花出法身 真就瞒不了了 她被锁住法力了 这下 想花出法身也不行了 啊 鬼是是花城的地盘 锁了也好 真就 知道在谁的地盘上闹事 怎么办 我们是上去把她堵回来 还是直接开打 这真是 冯氏大人 你手气怎么样 手气这种东西 当然是时好时坏了 那不一定 比如我 头头子最多 两点 这么惨啊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跟人比小 你最多两点 肯定没人比你更小了 有道理 我试试 肯定行的 走 来来来 一只比大多没劲啊 不如换个规则 谁小谁赢 怎么样 好 啊 嘿嘿 嘿嘿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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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要不我们还是直接开打吧 嗯 城主说 他今天心情好 想陪大家玩两把 谁赢了他 青蒸红烧 全凭处置 什么叫 不知 不知能否让在下鼓血一试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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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了 城主这是在干嘛呀 怎么和这事在叫他呀 不 在 请诸位敬一敬 这是什么敗 两个四点 是不是比两个三大 对啊对啊 那不就是我们城主叫的对 怎么办 这是什么意思 我 我只吃一个没吃完的馒头 谁 干嘛打我 一个馒头怎么了 便宜你了 还不快住口 这一局 这位公子赢了 好险好险 刚才真是吓得我脸都白了 风师大人 你的脸到现在还是很白 这个不是吓的 这是我天生丽质 哎千秋啊 你好歹是作真一方的武神 被抓住传出去 那就是天剑神官 乔装打扮 潜入鬼市 行为诡异 破坏三级安宁 我们怎么跟帝君交代啊 对不起 但是 那些老毒鬼太丧性命狂了 我一时气不过 就 那也不要直接冲出去嘛 我不冲出去 也没有别人会冲出去了 这 算了 好好好 那就不说了不说了 对了 太子殿下 我给你们彼此介绍一下 这位是永安国的太子殿下 郎千秋 坐镇东方的武神 这位 是先乐国的太子殿下谢连 是受 受 受 受帝君很大以重的神官 不过殿下 这血雨碳花不是认识你吗 为何装不熟的样子 那个真是血雨碳花本尊吗 怎么可能 上次半月关见她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花城的面貌多变 这也肯定是张假皮 假的假的 这血雨碳花明摆着给你放水 难道是为了让我们放松警惕 太华殿下这么一掌打出去 鬼师的警戒估计会加强 我们也没法换皮赛进来了 要不然 就光明正大的上吧 你去找花城 说你这趟是特地来看她的 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先乐殿下 你和她算是朋友吧 有人 但她把你当朋友了 既然如此 都不可撒谎欺骗朋友 千秋 你真是个死脑筋 做得挺好的 好什么好啊 要是出来一趟空手而归 传回去 肯定说我们比凌文殿效率还低 丢死人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了 没事 不是找我们的 你